谢谢任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想要探讨的是民国史 以及现在中国对于对外 以及对内的一些政策问题 那想要先请任先生 先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背景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是中国大陆 这个文化革命以后 邓小平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关了大学十年 后来有一些工军学员 后来等到1977年 邓小平开始工薪招生 我是文化大革命招生的时候 第一次考进 第一批考入南开大学的学务理的学生 所以说我是理论上 我是一个从事科研的工作者 我为什么关心中国 这个民国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家在文化大革命中 受到共产党很大的迫害 主要就因为是我父亲是国民政府 国军的将军 这个共产党占领大陆以后 凡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人员 都受到很大的迫害 文化大革命我们家大概有 就是有四个人被被搞死 被迫害致死 所以说呢 我对中国的问题始终是非常关心的 我是1978年入学 82年毕业 算是中国最早的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考入大学的 我毕业以后 两年以后 1984年 我留学到美国 就是因为当时美国人开放的 出来的学生不多 我们是美国的全额奖学金过来的 当时呢 来了美国是非常艰难 后来就是在美国读书 最后我拿到PhD 后来做一直做半导体 还有后来做软件 一直到 2012年 我就基本上就开始退休 做一些自己的研究 这些研究包括对 我父母的研究 包括对 因为他们是 抗战时候的军人 所以说对 从家庭研究到 对国民政府的研究 和整个中华民国的这个过程 就是最后为什么 国民政府失败 迁移台湾 国民党 这个共产党占领整个大陆 这一些问题 其实就是中国近代史 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 都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一些政策宣传 所以说我呢 就希望能得到一些我自己的答案 所以说在这方面 尤其我后来又留学美国和美国的一些智库啊 一些教授啊 也有一些交换交流 所以说呢 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可以算一个业余的民国史的研究 这里头包括我对家庭的看法 因为除了我父母以外 因为我外公是北洋政府的原来河北高等法院的院长 所以我对国民政府北伐之前的北洋政府也开始做一些研究 就是说整个的民国史 为什么辛亥革命一次不流血的 推翻了中国几千年专制体系的一个革命 最后演变成一个共产革命 变成了整个中国赤化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包括以后对全世界的影响 因为现在中共已经是世界的第二大的经济体 所以中美之间的矛盾 还有现在海海之间的紧张 这些就是说很多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 包括所谓的统独问题 包括所谓的中国的前途问题和台湾的前途问题 这都是值得大家探讨的 明白了 谢谢您的介绍 那我想要先请问您第一个问题 就是无论是从政治或是历史的角度 想要先请问您对于中华民国正统性的看法 以及这个正统性是否重要 中华民国理论上来说是非常有正统性的 因为它有两个方面可以来解散正统性 第一点就是满清是一个帝国 满清不能算一个正常的国家 因为满清在中国历史上到明朝 基本上就是18个省 满清入关以后 把东北和蒙古新疆和西藏都跨越 都包括所谓的一个海藏式的一个疆域 这个疆域其实如果按照现在国家来说 它是一个帝国 它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这个中华民国是建立于武昌的辛亥革命 这个建立呢 基本上是一场民族革命 从定义上来说是一场民族革命 孙中山说去出大陆恢复中华 所以说当时的武昌革命 用的是天雪十八星的旗子 其实就是汉族的十八省 孙中山并没有想完全建立一个帝国 孙中山是想建立一个民族 共和的民族国家 最后呢 由于这个清朝的禅让 把整个的这个帝国就 传到了中华民国的这个奖域 所以说中华民国从这个善让来说 它是有完全的合法性 因为它来自一个清朝的退位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呢 孙中山的所谓的民族革命 它也有它的正当性 因为从几千年历史上来说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中华的 包括主要是汉族国家 所以说呢 从两个方面来说 中华民国的建立 都是有它的很强的正统性 那想要请问您一下 就是那中国共产党对于他们 没有中华民国这种正统性来讲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其实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 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毛泽东 用武力夺取了政权 他基本上想完全建立一个共产国家 他一开始和俄国人 基本上受俄国管制了和支持的一个党派 在最早的共产党 基本上是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 所以说呢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建立的是 在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 所以说搞分裂的最早的共产党 共产党是想建立一个 因为共产主义嘛 想建立一个化国欲的这个世界革命 所以说在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 他基本上都是遵照着 莫斯科的这种思维 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 因为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本人是有两性子 他是共产党人 但是他本人是一个帝王 就是中国帝王思想的重 所以当他建立中国了以后 他这个中国政权以后 他就开始建立一个 既是想扩张的共产党政权 又想是中国的帝国 所以说他智力 他一直说嘛 他干了两件事 一个是把蒋介石打败 一个是文化大革命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想完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 建立一套新的 他所谓的破旧立新的新文化 但是基本上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 所以说等到毛泽东死了以后 很快共产党的另外一些元老 包括邓小平这些人 就重新来定义中国 所以说在现在的共产党政权 他现在开始又推崇中国文化 他是想建立一个 回头建立一个 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民族国家 或者是陷于江户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他从哪一种 共产党的这两种演变 其实都是为了政权 为了他的政权的巩固 他消灭中华文化 后来又推崇中华文化 他现在习近平想成为 中华正统的一个皇权继承人 这是和毛泽东实在建立 中华人民国国相矛盾的 但是从他的政权的思维来说 他是想巩固自己政权 不管用什么方法 他都想巩固政权 第一种方法失败了 再来第二种方法 所以说改革开放的本质 并不是说一个完全的变化 只不过是在他的统治时期 两种不同的统治方法 那您认为这种政权基础稳固吗 以及中国民主化是必然的吗 中国民主化肯定是必然 但是这需要多长时间 怎么样来进行 这就是一个探讨的课题了 因为中共他有一个天然的问题 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统治的方法 和他国内的矛盾 他是解决不了的 可以这么说吧 从邓小平一开始的改革开放 包括毛泽东这个 他的统治方法 已经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他的老婆也被递捕了 所以其实毛泽东本身来说 他夺取政权是成功的 他稳固政权是失败的 但是邓小平到习近平就能看出来 他也是很难成功 因为邓小平的东西是不伦不类的 我给他定义是四不像 他是打左灯向右拐 这个东西 你没有一个政治改革 连他自己的总理 文家宝都说没有政治改革 文化大革命是会 悲剧会重演的 其实习近平也明白这一点 你说要几股传花 传到他这以后 所以他回到 毛泽东的那个统治方法是必然的 因为你要维护一党专政 你又要继承传统文化 你又要解释 又要经济发展 肯定是出问题的 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私有企业就会起来 包括像马云 像这个王健林 像这些恒大 这些东西都是共产党不愿意看到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 他就出现一个问题 他必然退回走向 退回国有经济 他一旦退回国有经济 他低下来国有经济 因为他始终改革开放 他始终不愿意把 真正的经济放到民营企业 他基本上是一种 邓小平自己都是说韬光银毁 他就是因为经济不行了 国家崩溃了 他暂时把这个 这个猙獰的面部给收敛了以后 他做了一种让步 可以说是与民休息 但是他本质上不会变 所以习近平最后 回归毛泽东路线 回归他的本质是必然的 否则他政权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他在经济上 他希望整个的经济 还回到国有的主导 一直是国有主导 但主导多少了 现在基本上 民营企业都有党委 外资企业也有党委 所以说他就会出现这个矛盾 他必然要回头的 所以说他一回头 他基本上就回到了毛泽东路线 所以他的经济呢 就会出现问题 这些东西是迟于早的时间 就看这个国际的整个了 邓小平说过嘛 大环境和小环境 大环境就指国际环境 小环境就国内的 其实国内从八九民运 八九天安门广场的屠杀 到最近的白纸运动 你就能看出 其实他的矛盾是重重的 包括现在的失业 另外一个失业问题 或者经济问题 在西方来说 他就是一个展示的一个循环 在中共来说 他是致命的 邓小平的政权 建立在经济发展上 毛泽东的政权 建立在他的这个 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上 他一直强调继续革命 邓小平建立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一旦停滞 就对共产党来说是致命的 所以说他的 因为你全能的独裁政府 你要解决全部的问题 一个小政府 不会解决全部问题 私有企业会解决私有的问题 解决经济问题 和这个美国的 这个政府只是 一部分 解决一部分问题 主要的问题 还是经济周期 但是共产党都不一样 所有的民生问题 政治问题 其实都要政府来解决 他的政府是 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是 他的负担过重 他的 这个 这行政是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行政体系 所以最后可能 会压垮 那请问一下您 对于私有企业的 私营企业的崛起 的看法 就是说 如果中共 他们都已经有政协 在这些企业里面了 为什么私营企业的崛起 会导致 他们政权 的 不稳固的必然性 有没有可能是 可以两者都 皆大欢喜 其实你从一个 政治逻辑上来说 我不知道大家 对这个 美国有一个 七十年代 有一本小说 非常畅销 叫原权 是这个 就是Fontenhead 他是那个 安 中国翻成 这个安兰德 就是 Rund的这个 一本小说 他提倡的叫 客观主义 其实这个思维 在西方来说 虽然产生了 一个巨大的冲击 但是这个冲击 其实不如中共 中国来的厉害 可以这么说吧 共产党 多年的教育 中国人 基本上是无神论者的 中国人 基本上是受 唯物主义教育 出来 所谓的唯物主义 其实在共产党来说 是假的 其实他是要建立一种 类似神权的 这个 共产党的这种政权 包括对毛泽东的崇拜 个人崇拜 但是这个崇拜 垮掉以后 其实在中国人心目中 其实全是客观主义 就是说 利己 发财 致富 每个人都跟那个 一点 不择手段的 他还不像 这个 难得 解释的那样 客观主义 需要一定 理性和道德 他什么道德都没有 就是 跟抢奸一样 所以说 无论是 各 个体的任何的资本家 或者是企业主 他的行为都是短期的 没有一个资本家 包括马云来说 他没有一个 自为要建立一个庞大的 能继续 完全的 这个 这个 能继续下去的企业 他基本上都是为了发财 搂钱 特 这种无序的扩张 无序的去 好比说 官商勾结啊 因为在中国 你没有政府的支持 你是发不了财的 所以这种思维 就会导致 这种掠夺性的方法 一旦他掌握了 共产党非常妨碍 防备这些人 因为最后 他所谓的腐败 腐败其实就是 某些地方势力 一些地方政权 已经和这个企业勾结了 所以说 共产 在侵蚀共产党的机体 你可以看共产党有多少人 贪污 这个贪污的数字 非常非常大 这种贪污 就是这么说吧 在中国 你要想真正富有的人 其实不是任何企业家 是地方的 和各级的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们的这个掠夺式的 最后就会把 共产党的机体侵蚀掉 就是 因为共产党 靠的都是国有吧 最后国有就成了一个空架 基本上都变成了寡头 这个俄国都是这样 所以中国做的这比较好 就是他要 他没有形成俄国 那么大的寡头 因为 所谓的财富是不明显 他都藏在床底下 但是财富已经被瓜分了 这个 这共产党是不允许的 所以他所谓的反腐 其实是 重新 选择性的 把一些敌对的 因为所有的共产党官员都腐败 他只能是把敌对的 他不喜欢的 这个 这个政治人物 关进大牢 把他抄家 但是实际上 他的派系的人 做法是一样的 习近平本人也是个大财务犯 所以说他最后 这个政权 他无法维持下去的 他一定会走向一个 尖锐的矛盾 包括 你能看你习近平 他为什么要连任 他有两种 他一定要恢复终身制 他是想做一个毛泽东 做一个帝王 另外一方 他也不敢下来 下来以后 他会被别人清算的 所以您认为 共产党是以反贪腐为民 行 轻震敌之时 那请问您认为 这种做法还可以持续多久呢 这种方法 其实能持续多久 就看中国现在经济的走向了 所以说经济如果要是 这么说吧 中国很大的经济都建筑在房地产上 如果房地产持续下降的话 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所有的财富 都在房子上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投资工具 你要知道中国的股市 从2007年的3000点 到现在一直是3000点 基本上他的股市是个掠夺性的 他是就是掠夺这个散户的钱 所以没人敢再投资了 所以中国的投资工具只有房子 房子给中国人建 放到了很大财富 涨了几上几十倍 这个房子的从2000年初的上海 北京两三千亿平方米 现在已经变成了五六万 七八万甚至十几万 所以说他只要是中共的这个 这个经济有问题 他的整个政权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他的所有的建筑 都是在经济发展上 现在经济如果出现问题 他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这个你要问我多长时间 这个很难估计 这就看国际局势了 包括一些台海的战争 南海的局势 包括这个外国企业对中国的这个撤资 所以说现在习近平很大程度上 他也是左右为难 他想发动南海战争 但是他现在自己国内的问题 他都解决不了 所以一旦打响了 可能他的自己政权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打一场败仗的话 所以说现在中国 中国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状态 因为学物里的人讲都是势能嘛 你如果在势能最低的时候 你就会稳定 即便是到了势能低点 你还会做一个小震动 但是你势能特别高 你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他随时就会自由落体掉下来 那毛泽东你就能看出来 他9月9号死了以后 10月份他的整个的班子 包括他老婆都被抓了 其实那是一场宫廷政变 是完全是一场政变 这场政变 我们是亲身体验的 中国是巨大的变化 这唯一的一个 就是当时的 可以这么说吧 西方又犯了一次错误 在这个1989年的时候 其实西方完全能摧毁中共政权 但是老布什 就跟当年的二战时候的动了门一样 又一次挽救了中共政权 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 中国不管谁掌权是不能乱的 他是一种 怎么说呢 他西方人不太懂中国的政治 基本上他就是 在关键时刻 然后他又挽救了中共 所以说中共也是比较幸运了 几次他的垂死的状态 都是在国际有利于大环境 有利于他的情况 他又延续了他的生命 本来他应该在 和几次他都是颠覆性的 他应该失败 但是他没有失败 他的死的状态还是共产党的集权 因为这么说吧 如果要是强调民族主义的话 那么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那中共在摧毁维吾尔人 摧毁藏族人的时候 他从来不讲民族主义 他讲的是大汉族主义 这种主义是一种帝国思维 因为中国 我刚才说了 清朝是个帝国 并不是个民族国家 如果完全讲民族主义的话 那么现在西藏和新疆就应该起义 所以我一直觉得 与其说独立的话 那么可以这么说吧 新疆和西藏比台湾更有 理由独立 因为他们根本不属于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可以说算中华民族吧 中华民族的概念 就是个虚幻的概念 因为中华民族就从来没有 这么个中华民族 汉族是汉族 因为中国从历史上来说 周围的民族其实都是疑了 然后这个 不管是维吾尔人和藏人和汉人 是区别很大的 所以说你可以这么说吧 中国和俄罗斯一样 即使俄罗斯也是个帝国 苏联更是个帝国 苏联垮了以后 它这个帝国还不像美国 因为美国也是多民族国家 但是美国是一个合众国 它每个州它都有自己的宪法 它是一个有机体 中国的这个帝国是一个生硬的 靠强权从清朝开始 就是靠武装镇压的 所以说现在不但有很多问题 所以习近平推迟的民族主义 是一种假民族主义 它强调的中华民族 但是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个 不存在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笼统性的 把很多那时候 民国时期靠刷汉满门回藏 到了共产党这儿 它以列宁的观点 又变成了56个民族 所以说你怎么能讲 它是个民族主义呢 真的如此 谢谢您的您的观点 嗯那我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 您一个像是alternative history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初如果没有中国国民党的话 台湾会变成怎么样的呢 呃台湾它这个可以这么说吧 台湾受到重视啊 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上的一个焦点 其实是二战以后 呃国民政府迁到台湾 在这国民政府迁台之前 台湾其实在清政府来说 台湾就是个边陲地方 它根本是那时候海洋也不重视嘛 所以说加武海战以后 它就会把台湾隔让给日本了 在这个清政府之前 台湾的历史基本上是 呃大陆人移民 嗯或者是呃各个地方到台湾 所以说它是一个不太被重视的地方 呃台湾所以能够起来 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 呃就有它的identity 其实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了 包括呃蒋介石跑到台湾以后 台湾是中华民国 他虽然地方小一直到70年代 他也是联合国的主要的常任理事国 呃如果没有蒋介石到台湾呃 呃台湾怎么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呢 呃这个就算在日本统治下 他也顶多像呃九州啊什么的 就是洛尔岛啊 他就变成一个县或者一个地区 他也没有他的独立的地位 所以说呃呃我倒比较欣赏台湾的呃 这个一个大陆学者在台湾说的一句话 说台湾有两个国父 一个国一个是蒋介石 一个是李登辉 所以现在台湾的独立意识 能受到全世界的重视 一方面是它的经济成就 一方面也是因为国民政府签台 所以它成为一个世界上这个独立的国家 呃虽然中共不承认 但是实际上呃 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中国 就跟南韩北韩东德西德一样 你不管它呃呃有人认为是内战的延续 有人认为是台湾独立意识的民族 这个民主运动的呃结果呃至少来说如果没有蒋介石也不会有李登辉了 所以说台湾今天的地位 我觉得台湾人会迟早会重新评价呃呃 中正的 那您个人对于 蒋中正先生的看法 是什么呢您对他的评价是什么 呃 你看从哪一点来评价 如果要是从 抗日战争二次世界大战 呃这个 的 胜利来说 蒋中正可以说是中共 中国的一个伟人因为 呃中国是 唯一的一次可以说 完全 战胜了侵略者 当然你要把朱元璋算上了 那算第二个 朱元璋把这个 蒙古人给打回去了 呃他至少是 为国战争的领袖 这个是呃在中国 历史上无容置疑的毛泽东 根本不是什么领导者 毛泽东只能 算一个 朝代更替的一个 开国的一个 朝代领 朝代的皇帝吧 呃蒋中正可以说是一个 反反侵略的呃 呃领袖吧 这是在 中国历史上 在台湾历史上呢 他又出现一个另外的一个 就是说呃他在台湾的38年的戒严是一个独裁者 呃这个独裁者因为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呃长期在台湾 他想的就是反共大陆 所以在台湾人心目中他不算一个呃台湾的国家的开国的领袖 他算一个有人说他就是个外来政权 看你怎么样理解了 但是我一直认为台湾如果要想独立于呃成为世界之灵的一个独立国家的话 呃或者是呃要重新呃2300万人在国际上有地位的话 那么坚持中华民国的国号会比台湾独立要容易的多 也是非常嗯可行的一条路 所以说我觉得台湾人要从两方面来看蒋先生 一个是二二八如果把责任推到他身上的话 呃那可以至少说他负有呃一定的责任 虽然当时是陈一帝领管台湾 蒋介石也顾不上台湾他就是在大陆帐还没打完 但是他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他负有呃负有呃负有责任 第二个就是他在台湾的38年的统治确实是一党专政呃没有民主可言 但是相对来说呃呃还蒋介石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把1946年的在中国的宪法 国民政府宪法移到台湾我一直说台湾如果没有中华民国宪法的话 他不可能产生临近革命 因为国民党在台湾的38年戒严它是有一个勘乱时期的一个条例 这个条例一旦拿掉的话那么就恢复了法统 恢复了这个这个这个四八十六年的宪法如果恢复了四六年宪法以后他就 虽然李登辉做了很多改进呃最后总统直选 呃但是如果没有完全的一个宪法这个宪法的一个选政基础的话呃呃你你你你只能你从根上来说 你很难从无道友建立宪法 因为中国你要知道 从国民政府开始 从中华民国从1911年 试图建立了很多法律 临时约法为了护法 中国打击是乱七八糟 宪法始终建立不起来 虽然中华民国的宪法 1946年的宪法在中国没有完全实施 但是他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有这个威信 有这个能力建立了一部宪法 这个宪法在大陆自然迷失 但是他使得台湾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没有这个宪法的话 你可想而知 不管是武权 不管是现在的宪法体制 进行的一些有效的管理 都是不可行的 所以说我觉得蒋介石对台湾最大的贡献 是把中国的法统移到台湾了 使得台湾有一个法统基础 这个法统当然 92年以前是万年国会 92年以后呢 进行了整个的国会改革 但是你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上进行的改革 所以说我一直认为中华民国宪法 是非常成功的一部宪法 如果没有中华民国宪法的话 台湾可能现在不可能实行 这么有效的管理的民主政策 我觉得这也是蒋介石对台湾的一个贡献吧 明白 那您对于现在台湾呃 台湾民众对于修宪以及制宪这个辩论 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台湾制宪和修宪都可行 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进行 你即便是制宪 所谓的制宪 你完全掉中华民国宪法 你改国号叫台湾国 重新制宪 这种方法可能在国际上难度非常高 不是说完全不可行 难度非常高 高到可能发生 引起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可能 世界各国介入的可能都比较小 因为这个一个国家从无到有 这个必须是有一种各出条件 你要比说中华民国的简历 是在清政府善让的基础上 和刚才说的就是两方面 一个是南方革命党的 驱逐大陆和飞中原 就是历代的中国人的民族战争 民族战争加上 清朝的善让 使得它有一种完全的合法性 如果你要是在台湾 进行完全的制限的话 至少要有一次全民公爵 或者全民投票 这种要在完全和平的情况下 才能进行 在中共强大的武力压制下 在西方主要的国家 摩棱两可的情况下 你这个进行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上 你使得它重新进入联合国 甚至于美国的代表的西方大国 恢复对中华民国的承认 你在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上 做一些修宪 使得它更适于 现在的2300万人和台湾地区 不再是代表着全世界 那个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 包括蒙古国它都代表 这个很难 很很难 就是它的疆域是不客观的 但是它的内容很多 刨了疆域是很客观的 所以说这方面的修宪 是比较容易进行的 也是符合现实时的 这个对台湾整个的压力并不大 对整个中华民国 所以说从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来说 作为我作为一个华人来说 我是希望中华民国是存在的 因为中华民国它的历史 是非常悠久和光荣的 完全踢掉中华民国 我觉得对于台湾本省人来说 整个台湾人来说 是一种不致人的行为 明白了 那对于修宪门槛那么高 您要认为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改变呢 因为就是上一次修宪是 我记得是李登辉先生执政时期 对所以您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 就是台湾目前修宪门槛过高 那大家都说啊 这个是一个就是替台湾披上了一个大中华民国的一个衣服 其实那个修宪门槛高啊 只不过是现在台湾的两大政党的政见不一而已 你好比说李登辉当年修宪 李登辉是代表当时国民党党主席 他是他是总统 国民党党主席 他修宪是得到了所谓的许新良叶奔总统府 他得到了民众和那个民进党支持 他才能修宪 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进行 从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变成全民选举总统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修宪的门槛 远远低于当年李登辉的困难 李登辉都做到了 为什么后来的政家做不到呢 只不过是你没有这个智慧 来使得台湾跨越这个修宪门槛 修宪门槛本来就应该特别高 如果一个国家能随便修宪的话 那不就成了共产党了 共产党习近平说修宪就修了宪了 那美国的宪法更难修 你要是50个州都要在一定时期中 各个议会全通过 比台湾修宪要难得多得多 台湾修宪的门槛并不高 只不过是现在的两政党的分歧太大了 他达不到这个修宪的这种可能 但是如果要是台湾的政党 他对国家的认同趋于一致 我觉得他修宪是不难的 我觉得台湾的修宪门槛比美国的修宪门槛低得多 明白了 那请问您对于就是国民党的国族认同 以及就是他们目前这个政党在台湾的运作方式 您认为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来促成 比如说修宪的成功或者是其他领域可以和民进党更和平的进行合作 或是赢得选民的支持 我觉得国民党属于一个过渡时期 我觉得很多人不太理解国民党 国民党走到今天他有他的客观性 你要知道国民党 现在的国民党是孙中山二次革命 中华革命党改的 所以整个如果要是往前推 就是来自孙中山的行中会 后来黄兴和张碧琳他们的华兴会 光复会同盟会 所以说国民党它是一个民族政党 国民党的建立就是建立在民族革命上 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头一条就是民族主义 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 所以说国民党它有它的历史包袱 有它的局限性 这是它的有意之处 光荣历史也是它的历史包袱 它不可能一朝一日改变 它要改变了以后 它就不叫国民党 国民党走到今天 它是有很多问题的 但是它其实最大它这个这个在民主改革这段时间中作为一个民族政党 蒋经国和李登辉的改变使得台湾没有流血 当然是主要还是台湾民众的这个民主意识了 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这个环境就是皇权统治的历史中 一个民族政党能最后能妥协 在宁静革命之后才能存在 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了 所以我对国民党的评价并不像很多人那么低 我觉得国民党在改革中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在这个政党轮替中 它驱逐了李登辉 它其实把蒋经国李登辉 对台湾民主的贡献给扔了 就跟那个破鞋一样 气旅一样就给扔掉了 本来它是有贡献的 但是它变成了 它把李登辉驱逐了以后 变成它是阻挠民主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国民党表现的是非常不错 虽然它内部有很多争斗 今天的国民党其实已经和不一样 因为现在的国民党 它所谓的大中华意识 其实是个表面意识 并不是它真正的基础 因为它如果大中华主义的话 它就不要在台湾选总统 它所谓的所有的政纲 其实是历史包袱 它不得不这样 它不得不来推行这一点 因为由于它的坚持 所以说民进党也有些改变 所以我一直号召的一点就是 民进党要中华民国化 国民党要台湾化 这样才能趋同一致 其实现在我们民进党的中华民国化 已经走得不错 尤其蔡英文到赖清德 她现在已经 就是蔡英文已经 很多台独 就是绝对的台独主义者 是反对蔡英文的 但蔡英文成功的八年执政 到临结束的时候 她的民意调查还是超过50% 说明她的路线是正确的 现在包括蔡英文去参加 我去看她参加蒋经国的七海的 这个纪念馆的落成 所以说她是有些让步 国民党这边 她在台湾化的时候走得比较慢 但是她实际上也一直在走 我开玩笑说 现在出来的国民党的候选人 侯友宜 她说的台语远远多于赖清德 多于这个科文者 所以说你可以说台湾现在 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 已经是台湾本地人 她所谓的中华民国 大中国的坚持 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 实际上我不觉得现在国民党内部 有多少人还坚持大中国 大中华的理念 她知道这个事本身就是不可行的 但是相对来说 由于国民党的这种 左右摇摆 也是一种稳定因素 使得共产党没有借口 去发动这场战争 毕竟在台湾 它有一个同盟者 在那儿呼吁大中国 虽然共产党对于 国民党是恨之入骨的 因为它是真正他们之间 是有过血海腥风的斗争的 死人无数了 它反而来说它对民进党 没有很大的仇恨 只不过是它的政见不一而已 它和民进党从来没有这个杀的 多少人 几千万人家破人亡的这种历史 所以说作为我来说 我认为国民党的改变 只是时间而已 不是什么绝对不能改变 那请问您对于九二共识的看法是什么呢 九二共识根本就是假的 不存在一个共识 九二共识就是 国民党发明了 然后在共产党的 和国民党的基础上的一个谈判 它没有共识的共识 它只不过是个托词 一个中国一中个表 共产党从来没承认过一中个表 这就是国民党的自我安慰而已 根本就不存在 那您认为最近的马席会有实际的效用吗 那建立在您刚所说的基础上 马席会你看从哪个方面来说了 马席会没有任何用处 三个方面来谈马席会吧 如果从马英九的立场上 马英九是不甘寂寞 因为他要把他的历史定位 就定位在九二共识上 他不愿意寂寞成为一个无名之辈 他因为他有代表中华民国总统和这个习近平的第一次新加坡会晤 他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是从马英九的立场上来说 从习近平的立场上来说呢 习近平不得已而为之 第一次马英九到大陆访问 这个根本就是规格很低 没人理他 第二次他习近平接见的和他谈 主要是因为赖清德上台了 他要拉住国民党 他也知道马英九已经不是国民党的主流了 但毕竟他是国民党最后一任总统吧 所以说他有一定影响力 所以说习近平想把这个做给台湾人看 但是这些都是消极的看法了 积极的看法也不是没有 积极的看法就是说 虽然马英九到大陆就是个磕头之旅 其实习近平根本不把他干回事 但是他的访问至少缓冲了大海局势 就是说习近平见马英九 至少说明一点他最近不想发动战争 对吧 所以说马英九到大陆上转一圈 虽然他回到台湾 他呼吁赖清德做工作 赖清德也不理他 但是总而言之 他是一个台湾的前领导人 我们前总统 中华民国前总统到大陆访问 中国共产党的头 建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头 至少在某种意义上 是一种 使得紧张局势降低了 这是他的正面的一方面 但是要从习近平和马英九的两边来说 都是很消极的 不值一提的 那既然刚刚提到习近平 那我很好奇您对于现在中国外交政策的看法 你认为他对于台湾 很多外策都猜测他 中共2027年会攻打台湾 您认为这是真的吗 还是只是一种虚张绅士 那您认为 中共他们目前对外的这个政策是否有效 习近平 是不是2027年要打 我不敢肯定 但是习近平要打台湾 这是百分之百的 习近平打不打台湾 不在于 这个 他想不想打台湾 他一定想打 他打不打台湾 是他能打不了 能不能打台湾 他如果有这个能力 能在 能打了台湾 还能保住自己的政权 他当然想打了 他就是成了千古一帝了 所以说 他不能打台湾 的前提 第一就是 他自己没准备好 他觉得他打不了 第二就是国际局势 允许不允许他打 这后果有多严重 第三就是台湾 自己的防卫能力有多强了 台湾要想 我一直想想台湾本身要主动 要把国防建立起来 至少像 像以色列一样 学习以色列变成一个刺猬 至少他 因为登陆战 对于 现代战争来说 对台湾的 攻击登陆 他除非用核武器 把台湾给毁灭掉 如果他要是打一场常规战争 包括导弹 包括什么都加上 他最后要登陆的 这场登陆战争 比罗曼底登陆还难 这种登陆战争 而且是 我常说 台湾只要能守住几个月 就像现在的乌克兰一样 他守住几个月 台湾就独立了 共产党就失败了 因为在这场海战中 如果台湾能 守住台湾岛 不说 只要能守住几个月 守住一个月 共产党就失败了 因为 全世界都不能允许 这场战争存在 台湾真正要想改变国体 刚才你说的 台湾国整个完全修宪 那这个共产党的枪声一响 台湾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不管是修宪 坚持中华民国 还是独立叫台湾国 枪声一响 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台湾来说 只要能守住自己 他所有做的事情都容易了 全世界都会承认你的 那时候就不再存在 现在这种危险的平衡了 平衡已经打破了 所以说我觉得 台湾人不要看习近平是 2027 2035 你要 关键就是认为 习近平今年就打 明年就打 明天就打 你必须做好准备 随时可以打的 只要是 习近平自己的 统一了 还有强大的武力 他随时会发动这场战争 根本不会等到 2027年 那您认为台湾准备好了吗 就目前来看 我觉得台湾现在 我对台湾的军事 没有特别的研究 我对台湾的民情和领导人的决心 我觉得台湾一步一步走得更加 比起前要好多了 以前台湾人基本上认为 枪声一响就美国人来救 这回乌克兰战争以后 他能看着美国人 即便救你 也不会帮你登陡 去反击共产党 只不过是会在台湾海峡 做一些支援 因为台湾海峡的海上通道 和台湾的半导体 都是全世界要关注的 日本和美国 是他会尽量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但是来说呢 他会好比封锁马六甲海峡 封锁南海 然后封锁台湾海峡 他会做的 但是做到上岛帮你很难 其实台湾人我现在觉得 包括一些像台湾的政论人物啊 像台湾的舆论呢 现在开始越来越走向自卫一点 所以说这一点呢 说实话 民进党开始重视这一点了 对于台湾的这个军事的这一点 民进党其实有责任的 因为这个陈宇冰上台以后 因为当时的国军 基本上是国民党练就的军队 所以说 在民进党执政有很强的那种反军的倾向 他觉得军队领导人不可靠 然后呢 所以说呢 很大程度上 他们是想 认为国军是一种专制体系的工具 所以说 一直 兵役在降 时间从国民党时期 李登辉时期的两年 一直现在降到几个月 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办法 我觉得现在蔡英文又开始恢复一年 开始这是一种好的迹象了 我觉得蔡英文是一个继承李登辉的一个政治人物 不能是完全的一个民进党人 所以我比较欣赏 我认为台湾的政治人物 比较成功的政治人物 比较伟大的政治人物 其实 其实 除了蒋 蒋中正 就是李登辉了 那个 蔡英文可以说是李登辉的 非常好的一个继承人 就是 如果要是完全按着李登辉的那种思路 来走台湾的民主化的话 不是急于在这个 陈水扁 陈水扁其实上台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但是陈水扁执政是比较失败的意思 因为我当时批评陈水扁就是 他是执政党 他把自己当成在野党 他以在野党的心态领导台湾 是非常失败的一个人 因为你已经执政了 你应该把自己作为国家的主 国家的实际领导者 你不能再搞一些什么传导游行了 然后 自毁自己的长城了 你应该有效去改进国军 而不是去削减兵役 当时正好是国际局势 刚过六四 共产党没有力量 如果要是共产党有力量的话 2000年初就会打台湾了 所以说台湾的民进党 真正执政成功的 是到蔡英文才开始 蔡英文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总统 来对待台湾 陈律平也没把自己当总统 他因为只把自己当成一个 还是一个政党领袖 这个是 我是很觉得他是 其实他执政是很失败的 明白 那您认为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 是否会像 就是有些国民党政治人物 他们所说的就是政党轮替 不好 就是就是没有政党轮替 已经三次了 都都就是 都是他们连任 您认为这样子对所谓的民主是 有损害的吗 这个不能怨民进党 是国民党不争气 国民党推不出一个全国领袖人物的候选人 其实国民党在上次这个九合一大选 他大胜 然后这个这回的立法院他也胜了 就是说台湾这个选举八年的中版效应 其实发生了 不是没有发生 只不过是他的领导人 他的候选人太弱了 侯友宜 我曾经说过 侯友宜从来没想当总统 侯友宜就不是个总统人物 侯友宜是个非常好的地方领导人 地方市长 他就没想当总统 这个从当年的韩国瑜就是开始 就是没有总统的气质 没有总统的训练 如果要说有总统的训练 大概有一些的 可以说朱立伦也有一些 但是朱立伦在上回换柱 他就把自己给消耗掉了 现在的国民党 我看不出来还有一些很强的人物 但是他在培养 所以说这次政党没有轮替 不能怨民进党 这个赖清德远远强于 远远不管他的资历 他对国际的认识 还有他的这个执政风格 远远强于后友宜 其实这次胜利 不是民进党有多强 民进党在立法院失败了 他不是多出党了 这回中板消息产生了 只不过是从总统候选人 这一点来说 他不行 他没有推出强有力的候选人 所以才有蓝白河 蓝白河我当时就说 蓝白河所谓有蓝白河 就是因为国民党没有信心赢 他在选举之前就没有信心 你想侯友宜推出赵少康当副总统 就是不想赢 他为什么要推赵少康当副总统 就是保住蓝赢的环节 你推赵少康这么一个老人 深蓝的人 你是想赢吗 就没想赢 你要想赢是拉住中先选 你找邵少康是巩固 基本盘 你怎么会赢吗 所以说这回他选的还不错 按我的估计他会输得更惨 他会比柯文哲还惨 结果呢 他比柯文哲多 就说明国民党在台湾 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所以说台湾今天国民党没有政党轮替 不愿别人 他如果想选胜的话 他应该培养自己的坚强的 有国际观念的 有执政理念的总统候选人 还是可以产生政党轮替的 因为你看这回国民党的立法席位 还是比民进党多了两期 上回民进党的是总统 2016年2012年都是 2016年2020年都是 国民党在绝对执政 这回民进党并没有绝对执政 这也是考验赖清德 赖清德又一次在 宣传总统 但是立法院是少处 和当年的 虽然没有禅食别那么严重 但是他也是考验他的执政能力了 所以说我不觉得 这回来清德选举上是什么 一党建制 美国也会产生这种情况吧 美国也有一个党连续执政了 没有下台的记录吧 里根执政了八年 不是他的副总统 老布什又上去了吗 但是小布什干了四年 不就下台了吗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台湾的选举 是非常正常 那您认为国民党在未来 可以推出强而有力的候选人的 的可能性高吗 就是就目前的 可能总统候选人来看 现在在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里来看 并不高 现在他能有 比较有声望的 就是卢秀燕和蒋万安了 很难说这两个人 有 会不会 更强 因为台北市长 向来是总统候选人的摇篮嘛 蒋万安又是蒋家的后代 看能不能选上去了 因为蒋万安有好多优势 第一点他姓蒋 对于莱银来说 这也是一个 你是一个号召力 第二点他又不是蒋家 他真正的蒋家人 蒋家人又不承认他 他是 蒋经国情人的后代 所以说呢 他又在美国读过书 所以我觉得蒋万安要是 自己有这个能力的话 他可以把自己培养成 一个 看看有没有这种 能有没有这种修养和 国民党有没有这种能力 培养他 台湾的政党问题 还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民进党也有很多毛病 民进党并不是说 民进党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内部派系太多 国民党也是内部不团结 就是民主政党一定有这个问题 但是民进党尤其严重 因为民进党 他的起步有 很强的台独色彩的人 还有很强的民主色彩的人 包括当年的美丽岛黄新界这些人 主要是民主起家 施敏德和这些人后来离开了民进党 为什么离开呢 就是因为民进党已经包容不了 这像许兴良啊施敏德这些人了 所以说今天的赖清德 他上期是不是能把民进党的派系完全统一 这也看他的能力 因为他是新潮流的嘛 他和这些什么福利国呀 这些人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这也是考验民进党的能力了 所以民进党这回为什么输掉了立法院呢 就说明他有全国性的领袖人物 但是地方的人物 地方的执政能力还不如国民党 他地方的县市长的选举 还是比国民党相对来说弱一些 但是全国的领袖人物他有强一些 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好处 这个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正常表现 我觉得台湾的民主的进程远远好于韩国 韩国每个总统都进了大牢了 在台湾只有一个总统进了大牢 所以说这就说明台湾的民主还是比较稳定 我是比较看好台湾的民主进程的 这个赖清德这人我也比较看好 因为赖清德他毕竟是一个没有背景的 一个矿工的子弟 后来又靠自己当医生 所以说他是应该比较了解 比较民众心态的一个政治家 就是看他的职任能力有强 因为当总统不同于当市长 很多人当时看不看好蔡英文 我是非常看好蔡英文的 因为蔡英文的 是你能看出的执政风格很像李登辉 台湾的政治家 要像有李登辉那种手啊 你要知道当年李登辉在国民党中是很孤立的 他是一个唯一的一个 能这个 因为当时台湾的外省人 本省人 主要的就是林阳港和李登辉 李登辉的手腕 李登辉的政治 忍耐力 他的这个这种 他的这种政治操作能力 都是远远超过其他人 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成功 那国民党如果要是当时继承李登辉的路线 今天的国民党会是很强的 他犯了一个罪我跟国民党人因为我认识很多国民党的上层 我说你们最笨的一个方法就是开除李登辉 其实李登辉是再造国民党的一个英雄啊 你们怎么把李登辉给扔了 连战是一个小儿科的一个人吧 你怎么把连战推起来 但是李登辉有李登辉的问题 李登辉选连战 我觉得是他有他的局限性 因为连战毕竟是半个外省人嘛 所以李登辉没有选好他自己的候选人 他没有培养出 他隔了好几代 有了一个蔡英文 究竟蔡英文在他的执政团体中还是一个小角色嘛 他就是做出国与国关系 把他请出来做了一些政策性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执政风格来说 操作能力来说 蔡英文能看出了很强的李登辉的影子 至少当年这个赖清德挑战蔡英文的时候 赖清德又很强 蔡英文四两拨千金 就把赖清德给拨在一边去了 然后呢又用赖清德当他的副总统 所以说在培养接班人这个上头 蔡英文甚至于高明于李登辉 明白了 那这些就是我今天所想要问您的问题 谢谢您今天上来我们的节目 进行这个采访 真的很谢谢您 好好谢谢 谢谢 谢谢